在2008年的4月份 云南昆明发生了一件怪事 小伙子在滇池里打捞起一只奇怪的乌龟 却有人出嫁2000问他卖不卖 小伙子觉得这只乌龟长得很奇怪 说不定是国家保护动物 便没有出手 而是将其送到当地的野生动物救助站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看见这只头成三角形 全身长满了尖刺骨包的动物 他们惊讶地说道 之前还真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动物 不知道他吃什么 救助站的人就给其喂食鲜鱼 没有想到他吃得很香 吃饱过后 他们便用清水给这只奇怪的乌龟写了个早 顺便称个体重 结果却让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这只乌龟足足有十惊重 看着这么奇怪的乌龟 救助站的副站长专门将云南常见的凹甲鹿龟 找过来与其作对比 可是这两只乌龟体型上就相差特别多 而且凹甲鹿龟的性情温顺 而这只乌龟连性格都很奇怪 看他有着长长的尾巴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便将前不久收养的平胸龟 拿过来作对比 却发现他们只有尾巴和头部相似 于是他们将奇怪的乌龟带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专家看到第一眼 就说这可是个稀奇物种啊 随后将其他研究人员叫过来一些鉴定 最后确定这只奇怪的乌龟其实是叫大鳄龟 别名也叫鳄鱼龟 这种龟很特别 甲鞘和体重都能长得特别大 属于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龟之一了 如果平时在水底是属于那种不耗豆的物种 但是它的原产地是北美洲啊 不应该出现在云南的 云南小伙捡到乌龟 竟有人出价2000购买 他究竟有何特别的 这位名叫黄雁能的小伙 日常工作就是到处去检修 但由于他却经常能看到有些游客乱扔垃圾 热爱这份工作的他就会定期打捞一些水上的杂物 而跟往常一样工作 却看见滇池里面竟然有垃圾袋的黄雁能 害怕这种塑料会污染到水质 影响水里面动物的身体健康 于是就拿起鱼都打捞垃圾袋 没想到却捞起了这只鳄鱼龟 当时看见这一幕的好多游客都很惊讶 千年的乌龟 万年的鳖 活了这么久的乌龟怎么可能没有灵气呢 而且这么大的乌龟肯定蛋白质高 有的人想着补身体 但也有的人缺它赶紧放生 于是纷纷有人出价2000块钱想买下来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想买 被母亲从小教育的 他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不能因为一己之私将它卖掉 但他更害怕这是国家保护动物 于是便跟同事们一起将鳄鱼龟送到了当地的野生动物救助站 然而专家在听完便知道前因后果了 说鳄鱼龟的亏送到了救助站没有卖出去 不然卖掉可就麻烦了 云南小伙捡到的这只乌龟 它究竟有何特别的 为什么专家说幸亏没卖呢 原来鳄鱼龟因其独特的外形 遭到了过度捕捞和贩卖 在冰鱼绝种的世界珍稀生物排名中 排名第六 又被大家称为水底熊猫 专家没想到这种国外的珍稀动物 竟然能在国内生存下来 因为鳄鱼龟对水质和生态环境要求是很高的 他们认为鳄鱼龟能在滇池存活 证明这些年对滇池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鳄鱼龟不挑食 不管是植物还是鱼类水鸟 以及水蛇 都是它的食物 所以它几乎是没有天敌的 很容易引起河流湖泊的生态问题 如果鳄鱼龟定居在滇池的话 很容易对滇池成百上千种鱼类造成危害 最终专家决定 这只大鳄龟不适合放生 应该交由野生动物园这边饲养 而黄燕能知道这件事情后 感叹当时得亏没有卖 不然他们还得被判刑 毕竟是世界级的保护动物 前两年大家见到这鳄鱼龟都觉得稀奇 甚至还有好多人花高价卖 殊不知种动物可是跟福寿罗一样的存在 很容易引起事故 这两年在各方媒体的宣传和普及下 大家也知道鳄鱼龟的危害 没有专门去买卖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侵物种出现 民众们也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值钱 不惜花费大量的财力去拥有 可是却没想过我们国家 为什么没有这些生物呢 生态环境就决定了 它们不适合我们 甚至在以前还有过入侵物种 影响本国物种的身体和环境 所以我们为了自己国家的环境和生存 要坚决抵触买卖珍稀动物 我还是想捞出这些东西 我是四个小小小 ود 可解掉 可解止